位在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巷弄里的展成空间 墙上一幅幅的作品 呈现出艺术家洪真佑的各展 气味和情绪日记两大主题 鲜明色彩加上流畅的笔触 刻画出生命无常的印记 那到后面我发现 其实我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情绪对我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那什么东西可以情绪跟主题性 打到一个连结我就把这个气味体 这件事情把它拿出来 所以在看我的画面的时候 时常会有具体的形象 但它的氛围都是偏向于 比较自我情绪的笔触的转化 所以我就把我心中的那种小剧场 还有那种状态 把它呈现如一的呈现到画面上面 我在绘画的过程中 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跟故事里面的角色 一直不断的去沟通 不断的去消化所谓我的情绪 这件事情 我觉得死亡它不一定是要那么深层的 我觉得它是可以很轻松 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就勇于去面对它 这样子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状态 才会知道怎么去过它 在艺术家洪真佑各展中 绘画作品不再只是平面的呈现 而是加以嗅觉作为创作方法 因此画作结合了生锈铁框和柱子 散发出如血液一般的气味 这铁框这部分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来自于就是画面中的物体 跟血之间的一种连接关系 那大家也知道说 铁生锈了之后会有血的味道 那所以我等于是除了把画面中的气味体呈现以外 还会把所谓我们气味的联想具体化 所以每个框 铁框都是定制完之后 再用盐酸去泼洒的 那泼洒的方式都会借由绘画来去做调整 所以有些是用线条 有些是用喷洒 对 所以这样状态不一样的时候 会呈现出 我觉得那个画面的力道会再更明确一点 还记得那天下午 绿色时照 轻轻海风 在这没有人的沙滩上 有种万物之大 人之渺小的感觉 而展览中 艺术家特别挑选了六件作品 录制语音导览服务 观众朋友在展场中 用手机扫描QR Code 就能戴着自己的耳机 听见艺术家的语音导览 更能深入了解 艺术绘画作品的创作理念 记者许超雄 台北报导